夺理的一个记录啊 没有没有当时来不及了 因为周一那天晚上跑出去喝去了嘛 这个留到今天 关键今天这倒霉的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宿舍的WiFi坏了啊 最后的可能得拿那个4G的热点上船 所以就 飙了一个稍微短一点的 太长的这个不知道船多少流量 这个原始视频一般都是在百兆以上啊 多的还是三四百兆都有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比较麻烦这个 他呢说硬不硬 说软不软的这种丁音啊 如果是真是像咱们这种风干牛肉啊 风干牛肉干 这种的话 一勾子就能出来 他在那个 这个风干度不好 风干度不好 这个钩子一勾吧容易祸 而且这个 这位大 怎么叫他呢 这年纪比我大 叫大叔吧 这位大叔 很敏感啊 这个碰到耳朵上就来回堵啊 你看这玩意儿 勾吧不好勾 吸吧 压要吸不动 操作比较麻烦啊 先拿信息往外滴了滴了 然后再上 呃我们的 勾置啊之类的东西 当时想勾出来以后上钳子吧 我印象 哎还是钩子 嗯 这怎么一份呢 扶出下钩啊 比方让他稍微一靠吧 他就躲 一躲这个玩意儿又被推进去了 好不容易勾住一点 你看这玩意儿就碎了 我有时候在想一下 往里头弄点什么的鼓风机 再给他吹干一点 是不是更好 哈哈哈 这边啊 见到的这个 玩到三只流啊 确实挺多的 一周见到的数目比明显比在北京要多 这里边除了叮咛还有脱落的这个二毛啊 整个拿出来已经不可能了 只能说是分散的去处 硬度不好啊 有那种特别干燥的 直接往外勾的话 你看这就碎了 看上去就是挺大 好像挺大 实际上已经是有点碎了 分次分块啊 分次分块啊 这个还挺量还 囤的货还不少啊 从外到里 一直到古摩区域都是 就感觉有点像我小的时候 就是做那种土的那种土砖 不是那种红砖的啊 就是拿泥啊 里边混上什么 草啊 卖杆是什么 烂七八糟这种 卖碎之类的东西 然后 扣在一个模具里 弄成一个方块 然后往地上一拍 最后晒干的就是像这种砖似的 这种土砖 就这种 有毛有泥里边 那里边好像是草了 这种腕道还不宽 这个可能也是他最后 形成这么多定灵的一个原因 腕道的空间不够 如果说一些宽敞的腕道的话 东西是比较容易脱落的 这个 偏窄 那我的叮叮钩在里头转不过来 镜头稍微摄进去啊 就蹭着他的这些油纸 就脏了 就在擦 这就是腕力镜的一个一个缺点吧 视野好的是 镜头容易污染 需要反复的去清理 可以看 头发应该就答案也可能比较合适啊 其实出来啊 震灸没多大 我在屏幕上看的好像巨大个人啊 实际上震灯出来 外面是囤的货啊 外面是他 外道里的这些囤货啊 取出来以后 对接在这个 耳甲枪的区域 最后就剩古墨这一点了 越到后边 越麻烦啊 贴近古墨的这个区域呢 勾针铺好直接操作啊 勾针铺好直接操作 有关这个视频上的这个贴的这个 耳内镜的这个东西啊 是一个民用的 适合普通人用来观察自己的外道啊 这个我以前说过非常多了 那有些朋友没有注意听啊 其实更适用于已经明确有耳内疾病 比方说有针菌 有这个古墨窗孔啊 甚至是以前有过外道胆指流 像这些确实应该背一个 其他的如果啊 那个没有什么特殊感觉 或者是说医院检查正常的啊 使用这种工具的意义就不太大了 因为厂家呢总是好像 他们的卖点是做这种叫什么可视掏耳 这个有点 有点扯了 那个东西自己基本上掏不了 可能是一个检查 可能是观察 就说你什么时候去需要去医院 找医生来处理啊 泡软了以后 再做 再清理 就剩最后这一点了 你当时这一点事故好多次 一贴上去啊 他就来回躲 你确实有点疼 这种干块的话直接吸是吸不动的啊 所以就把它泡软了啊 这次就处理干净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结束了啊 我们下 还有在商都要待一周半多的时间 4月4号好像 还有硬菜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吧